今天我们来试一下百步穿阳这个成语 这一横呢 只要是出现长横的地方呢 它都会相对比较平的 没有那么斜 好这个百字呢 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啊 这一笔是很重要的 很重 而这一笔呢 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 其实这个定律呢 在书法里面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写白字 或者写日字 或者写春字 春天的春 都是有这个 结构在里面呢 一定要记住 这一笔呢 是比较偏下 比较重的 这一笔比较细 比较靠上 上下关系的 还有就是 这一竖到这个 最左点的这个距离 还有这一竖到这 最右点的距离呢 其实是对等的 一定要是对等的 不要说是一长一短 这种情况就失去平衡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百步 这里呢 比较偏长了一些 勾的时候呢 稍微勾那么一点点 这里呢 从这里压下去的时候呢 是从细到重 然后再顺势而下收笔的 好 这个步子呢 是书法当中的一种写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百步穿扬的穿子 这个穿子啊 我好像在书法里面呢 写的不多 你要说它难呢 它也不算太难 说简单呢 也不算太简单 好 这两个比划呢 靠得比较近 而且呢 它有一定长度的 短暗架在中间 穿啊 比较瘦长的一个结构 这两个比赛 这个日子啊会比较瘦长一些 凡是写这种结构的话 就一定要记住这几些点 有人觉得啊下面这个 结构会有点难 会写不好 其实呢是有难度的 好我一直强调就是 不管写这个阳字 这个阳姓氏的阳或者是 太阳的阳 都是有这个物字的啊 这个最好倾斜角度就行了45度 大概45度啊写的时候 不要去故意刻意去记这些角度啊 我只是给你大概的这个预想的这个角度而已 啊还有就是这两匹的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像这两个间距的话就可能啊对等啊 这个稍大一点 但是不能出现说一个特别大 一个特别小的这种间距啊 不要出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对这个成语百步穿扬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 还有收藏 我们下期呢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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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发 打赏转发